欢迎你 欢迎大家进入Newton Kids的神奇世界 Eybox 我问你 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大海有什么秘密 我想知道世界有多神奇 科学宝藏在哪里 Newton Kids都知道 小小种子真奇妙 藏着生命的奥妙 高山大海会发脾气 空气也有神奇魔力 你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在Newton Kids里 Newton Kids 虾蟹部队集合了 我是掌管海洋的海军司令官 为了加强我们海军保卫家园的力量 准备召集海洋动物 组织一个盔甲部队 夏队长 谢队长 出列 是 这次召集了新兵 以十足墓的动物为主 由你们两位负责 遵命 请问司令官 十足墓是什么 为什么这次新兵 特别指定要召集他们呢 哎呀 鞋队长 十足墓就是我们呢 我们 哈哈哈哈 虾队长说的没错 十足墓就是只你 虾子或寄居蟹等 身体外面披着盔甲 头胸部长出十只脚的动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哎呦 我从来没注意过呢 哈哈哈哈 原来我是十足墓的动物 咳咳咳 谢队长 谢队长 咳咳咳 好了 你们快点墓兵吧 遵命 号外号外 海龙宫召集十足墓星兵 身体盔甲 有十只脚的动物 欢迎报名参加 盔甲部队天使得好威风哦 嘿嘿 我要参加 我也是 银子有限的 来我这里排队 跟我一样 是瞎子的伙伴 来这里报到哦 蝎队长好 我要报到 你不是我这一队哦 你看看你的身体 像一条小香肠 触角特别长 腹部还有泳足和尾扇 是属于瞎子部队 去那边报到吧 我走错边了 不好意思哦 没关系 下次要看清楚哦 虾子跟螃蟹的外表很不一样的 去找虾队长报到吧 虾队长好 我来报到 嗯 你去虾子新兵处集合 嘿 那边的小螃蟹 你的身体又宽又扁 像个小盒子 还有一对大鳌 去找蟹队长报到 各位加入海龙宫部队的伙伴们 你们好啊 司令官好 新兵训练很辛苦哦 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有 很好 各位新兵好好加油 请虾阶队长带大家进行训练吧 新兵训练开始 新兵答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嗯 很好 擅长走路的虾子步兵 练习执行和攀爬 擅长游泳的虾子水军 练习用泳足和尾上滑水 是 螃蟹部队听力 是 擅长走路的螃蟹新兵 举起你们的大鳌 一边挥舞一边前进 游泳足的新兵练习打水 一本们练习开始 一二三 一二三 司令官好 两位队长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分水军和步兵呢 报告司令官 因为生活在大洋或深海的虾子 擅长利用泳足滑水 并摆动尾部来控制方向 加强游泳能力就能迅速出击 如果遇到危险 还能迅速弹起尾部逃走 虾子步兵呢 报告司令官 虾子步兵多半是生活在珊瑚礁的虾子 他们没办法快速滑水 但是部族很有力 能攀爬或走路 从他们特性加以训练 才能让我们的武力更强的 很好 谢队长 你们螃蟹部队呢 报告司令官 有些螃蟹擅长游泳 一秒钟游的距离超过一公尺 有的螃蟹外壳特别厚 大鳌也特别有力 虽然不能在海里游泳 但是防御力很强 所以分开训练 加强他们的优点 嗯 好好训练 我很期待这些新兵的表现哦 Yes sir 今天是节训日 请各小队展现自己的实力 报告司令官 训练过程中 发现许多新兵都有特殊能力 因此将他们挑选出来 加以训练 请您看看这些特殊部队 哦 是吗 很好 来 展现你们的实力吧 Yes sir 第一队清洁部队 出列 开始动作 哇 太有效率了 军营里的珊瑚礁 马上就清洁溜溜 报告司令官 这群虾子叫做清洁虾 因为他们爱吃枣类或腐肉 能帮珊瑚礁清理脏东西 回护环境 很好 很好 下个特殊部队呢 是 第二队 医护部队 出列 开始动作 哎哟 他们怎么跑光光了 哎呀 有人跑到大鱼嘴里了 快捉回来 报告司令官 他们不是逃跑 而是正在治疗那些生病的大鱼 这些清洁虾会吃腐肉 可以帮大鱼清理伤口 跟身上的寄生虫 原来是我误会了 太好了 以后有了医疗部队 许多伤兵都能立即治疗了 哈哈哈哈 不过司令官 航线也有特殊部队 是吗 快展现他们的特殊能力 给我看吧 yes sir 第一队突击部队 出列 开始动作 哇 空手夺小鱼 这招很厉害啊 报告司令官 这群擅长游泳的螃蟹 他们游的速度很快 能在水中追赶小鱼 并且用大鱼夹住他们 很不错 还有哪些特殊部队呢 报告司令官 还有卫装部队 他们跟珊瑚礁的外形很像 能进行跟踪 还有监视 让敌人察觉不到他们 哈哈哈哈 训练出来的特种部队太棒了 我很满意 为了奖励大家用心练习 你们有什么需求 尽管提出来 报告司令官 请给新兵荣誉驾吧 你们两个有之一同地说 要给新兵荣誉驾 为什么呢 报告司令官 我们螃蟹跟虾子的盔甲 又叫做外骨骼 它非常坚硬 能像骨头一样保护身体的器官 但是外骨骼不能跟着身体长大 因此每隔一段时间 要放荣誉驾 找个安全的地方进行脱壳 嗯 换新盔甲 才能提高防御力 准驾 谢谢司令官 两位队长 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要找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呢 报告司令官 因为刚脱完壳的我们 新壳还是软的 这个时候 要是遇到攻击 没有硬壳保护 很容易被敌人刺伤或吃掉 所以 我们脱壳的时候 会找水草或是岩洞 等有遮蔽的地方躲起来 等到新壳变硬之后 才开始活动 原来如此啊 没问题 只要换壳 随时都转嫁 报告司令官 训练盔甲部队 对于我们海龙宫 绝对是保家卫国的好选择 而且新兵还能源源不绝呢 源源不绝 这点我倒是没想过 谢队长 你解释一下吧 因为我们虾子跟螃蟹 产卵能力都是一把兆的 嘿嘿嘿 喂 谢队长 嗯 报告司令官 因为我们产卵的数量很多 私下一次会产下数百颗卵 所以以后如果要征兵 绝对不怕征不到 哦 是这样啊 你们虾子跟螃蟹 繁衍后代的方式一样吗 报告司令官 不太一样 我们虾子产卵之后 这些卵会粘附在私下永族上 等到卵孵化之后 那些虾宝宝也不会马上离开 直到换了第一次壳后 才开始在海中漂浮生长 哦 所以你们虾子在宝宝脱壳前 还会保护他们呢 谢队长 你们螃蟹呢 报告司令官 因为我们螃蟹种类很多 有些种类可以产卵数十万颗 有些则是数百颗 所以照顾宝宝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原来如此啊 不过既然兵源充足 以后就不怕找不到新兵了 你们可是海洋世界未来的守护者 要好好加油哦 YES SIR 谢谢司令官 巴默 感谢观看